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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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知道一个知识点的环节 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讲一下 这个知识点的环节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我们都不得了 就是这个效果 不然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你可以看我这个比较 但是你可以不是看到 我们重点可以做这个案例 或者是别的案例 重点这里面有两个知识点 要给大家讲 一个是关于这个多层的操纸 怎么样多层的操纸 再一个 Photoshop的PST跟R-Defense结合 这个是第三个合成嵌套 这是三个重要的知识点 在这个案例里面 所以你把这三个知识点掌握掉 这个案例就在拿下 明白了没有 所以其他东西不要有办法 其他东西不要有办法 第一个是点我们说什么 叫做Photoshop图层的应用 PhotoshopPST文件 在R-Defense怎么去使用 第二个我们说多层怎么操作 就是同时操作很多图层的话 有没有好的办法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第三个是图层嵌套 图层嵌套是什么意思 因为发现 这一个大的动画 实际上是有两个小动画出来 是不是 是有两个小动画出来 这是一个独立的 其实这个也是相对独立的 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很多 有个相对独立的动画组合在一起 那场面一个单独的动画 那叫合成前套 我们重点讲完这三集 好 一个一个来看 一个一个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说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案例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 我们先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案例 我们就先来分析这一部分 怎么去做 我们先来看这个效果 怎么来做 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字母 都变得非常的 每一个字母是在着个地点 是不是 来告诉我 每一个字母的变化 属性都是哪些属性 实际上 你单独考虑一个字母 就考虑一个字母 摘出来 你看 实际上这个字母 做了一个什么动画 一个大型 是不是一个缩矿和一个不透明度 是不是一个缩矿和一个不透明度 没别的了吧 是不是没有别的 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自己看 单独拿一个 是不是很好做 就是我拿出一个字母来非常好做 做一个不透明度 然后淡入 然后再做一个大手 双修佩的 没错吧 非常好 可是我们先来问他一个 它是一个单词 它是一个单词 就是第四个话 这个单词的意思 不管你怎么说 你去考虑它 它是一个单词的话 你必须一个字 你怎么去做 是不是一个字 你怎么去做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 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质点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 字怎么去处理 我们还不知道阿贴的字效 怎么去做 对现在目前情况而言 我们要做的话 每个字母都必须独立一层 你考虑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每个字母是不是必须独立一层 OK 这个记得了吧 没错 每个字母是必须独立一层的 因为你没办法对一个程序 做这样的局部变化 是不是 我们得做独立的 现在我们因为还没有设计后面的知识点 所以你现在拿自己的知识点来 现在一个的知识点还分析 所以你说必须得做 那么好 如果一个字一个字能来做 我们就问你问题是 我们得把它对齐 得排列 是不是 我得一个字做一层 一个字做一层 还得把它对齐和排列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就我们导致一些小麻烦 但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 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可以解决它 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关于什么的 就是关于层的这个使用 我们在photoshop里 处理这个层数非常简单 我们在photoshop里 可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字出来 就是每个字母做一层 然后把它分排列好 做好 你在upify的时候 对齐很复的 可能很讨厌 还得去队 还得去找位置 是不是 我都要做好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着 实际上我已经有一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就是什么文件 就是这个PSD 那么它既然是PSD 毫无疑问 我们就知道 在导致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环节 需要注意 谁能 什么一个环节需要注意 就PSD 我们记得导致的时候 他会问你要 拼入图层 还是要合并图层 那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这个层是什么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不知道 我们选择打开PSD 所以他会问你 你是要拼合图层 还是要选择图层 我们看这个图层有多少 看到没有 每个字 能独立的一次 反应过来 看到没有 你说老师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词 把这个图打开时 12345 12 246 8 打开11遍 或者14遍 14遍 每次打开一次放一个层 每次打开半一个 是不是这样 这样不是太麻烦了 现在就有点弱智 是不是 我们也不要这样做 就是说 首先我告诉你 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层去这样导 但是没意义 是不是 一个字母导一层 一个字母导一层 它就变成一个层 一个层这样的文件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找 两个层 那你首先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层是什么属性了 这个PSD文件实际上是一个字母排好了 每个字母都是独立一层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们不用打开佛图层 每个层都是独立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合并层 可是合并层就变成一个层了 一个层放大和缩小 就变成整体放大和整体缩小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现在就变成基本上 这样也不能那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不选择这个方式 不选择这个方式 那我们就不用这个方式 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 在导入上 导入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样一个细节 当你选择 这个PSD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Import S里边 有一个属性值 你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Import S就是把它作为什么导入 默认情况下都是作为一个 主体这种认为脚本 就是素材脚本的道路 是不是 默认情况下都是作为 好多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做素材脚本的事件 可是我们发现 除了素材脚本之外 还可以选择另外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Cation什么东西 合成是不是 我们什么心理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合成道路 合成 什么叫合成 就相当于 Photoshop帮你新建了一个Purject 新建了一个合成 合成里面放了十几个层 这几个层都已经摆好了 你明白没有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 New Composition 你现在 你要去New Composition的话 是不是尺幅还得跟它的设置一样大一下 你现在不用说 你只要选择这个 OK 但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属性 叫做裁气波的层和这个Position 就是你要选择哪种 我现在你现在应该选第二 还不应该选第一 这种 为什么回头再告诉你 他们俩这种差别 但是你知道这种图层合成方式有两种方法的 一种是独立图层 一种是整体合成 明白吗 一种是独立图层 对 你大致看我说它两个区别 给我来告诉它两个区别 你先选择独立图层 然后我们再选择 打开 这时候注意看 我的Purject窗户有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 是不是 我们昨天其实给大家讲过 你看到那个标注实际上最起码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反应 我怎么可以去双击啊 是不是可以把它那个合成就展开了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它已经把素材都帮你放好了 你再来看这个Position Conversation这边 属性一展开 每一个层 你看到没有 这是这个层的A层 这是这个层的 这是这个文件的D层 这是这个文件的E层 你没感觉 每一个字母是独立的 他把这个文件都打好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干的工作 什么都不需要干 只需要双击这些东西 现在才发现 所有文件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瞧 这就是冯东西亚和阿飞一样的合成 因为他们两个都长有比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党间的练 这种五分练 五分练 就是说 PS里文件 你直接就可以做一个合成倒进来 而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才有 现在你瞧 多方便啊 每一个责 每一个层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实现 我们干脆以前讲的 就把这个案例做完就好了 做完就好了 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效果怎么回事 将来类似效果你可以去做 但是将来有一天 你还会有别的方法去处理它 都是很不坏的 我给你看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很不坏的 是不是很不坏 那我们现在再考虑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就是说 佛度效果的文件和它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那你看 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要准备它做动画 你会发现 每一个字做的效果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都是放大 然后 是不是都是缩小 再加上什么 不透明度 有没有变化 无一例外 就是想 那我是不是要做 挨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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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是不是就累死了 那怎么办 多个图层同时操作 可不可以 对不对 斗层同时可以操作 让我们来看看 怎么要多个图层同时操作 来 我们把它放上来一点 其实这个属性值我们都明白了 我们收过一个快线键 特别的 按什么键 就是说要缩往按成键 S 对不对 如果要透明度按什么 T 对不对 很方便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做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不需要让它 不需要让它一个一个比较去做 我们可以一口气把所有图层都选择过 一下哪里 所以叫Ctrl A全选 前程之后按成键 S 那 是不是所有的S就都被打开了 是不是啊 所有的S就都被打开了 那我只需要调其中的一个数据 你看多方便 或者说调其中的一个数据 我把它扩到百分之二百 是不是都在动啊 是不是都在动啊 OK 我就直接在那添个两百 是不是怕调度放大了 然后我应该怎么办 摁下关键帧是不是 瞧 你只需要对一个操作 所有的关键帧都拿下 是不是 然后下一步再干什么 Shift T 透明 是不是 加透明度 然后把透明度打开 透明度变多少啊 不可见 十 你瞧 我在零秒钟一口气做了两个关键帧 是两个属性的关键帧 没问题吧 然后我再去往后 对 比如说我让他们两秒钟之内全部出现 所以我就变一个什么 变一个一秒钟之后 一秒钟之后 让我的不透明度变到百分之一百 恢复了 是不是啊 两秒钟之后呢 现在我到了两秒钟之后 把它变到 恢复到百分之一百的大事 差值产生了 数据的差值产生了 关键是自动的降低了 对不对 都是这是不需要改的 不需要改 所以瞧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干 在旁边空地一下 攻击一下 再去点它这个属性的 是不是所有动画都好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动画都好 太简单了 可是我们现在 最后一个关键 我们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 我们发现所有的层 实际上是 柜子 实际上进度画面的时间不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它是依次的 而不是整体的 对不对 依次要跟 怎么办 每次后 往后移一下 往后移一下 哎 往后移一下 每个层 依次往后挪一点 是不可以 是不是依次往后挪一点 是不可以 所以这道理特别的简单 我们现在把它们都选中 选中之后 你看我再教你们一个 一键也是快捷键实的 就是 就是数字 那就是一键 就是键盘上一前面那个键 就是小飘号的这个键 你点一下看看 看到什么效果 看到没有 全部展开 全部收起 是不是啊 是吧 全部展开 全部收 这对你管理工作区域 是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一前面这个键 一前面这个键 那么啪 把这双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 还在挨个儿往后推 挨个儿 怎么样挨个往后推呢 挨个往后推 空气一下 把层让开 一个一个来 比如说现在从V开始 那么V应该顶头再会扑动 那么这个层就一个往后挪一点 这个层再往后挪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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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字幕是不是就没错了 对不对 你所需要的办法就是 一个一个来的牌 对不对 如果你想精确把它排位 应该怎么就排 Go to time 对不对 对不对 别Go to time 这个人要精确排位 不应该这样去排 然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精确排位 我很多次也恢复一下 好 如果要精确排位 什么 现在你不能啪啪啪手推 因为你手推的话 肯定是中间有差距的 都在顾问 对有快有的慢 大好看 所以精确对位很重要 怎么样精确对位 注意看 这儿有一个键 按一下 鼠标放到这儿来 看一下这儿 这儿有一个键 这儿有一个键 这个键正在说 这个键正在隐含另外一个条板 你打开一下它 就会有没有到处 就是一个被展开了一个新的条 展开了一个条 展开这个条板里面 属性质 这位简单 一共有四个属性质 In Out 持续时间 还有速率 看到没有 持续时间和速率 InOut什么意思 就是进入画面的时间 或者出去画面的时间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这在视频里面 是最长的数目 就是入点和触点 是不是 入点和触点 In就是进入画面的时间 Out 出入画面的时间 你看它们现在进入画面的时间 统一都是零秒 我们只需要改动这个时间区就可以了 它是自动脑部推的 所以你看 这个都不用改 持续时间都是十秒多 这个它的速率 速率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想让这片子 快速播放还是慢速播放 明白了没有 那么它的值是这样的 它是50%是快的 加快的加快的 50%就是原来速度的一倍 因为缩短了 它播放速度就变快了 那么200%就变相当于慢的东西 明白了没有 那这个很好的一点 所以你一个影片 像是快点或者慢一点 你都会通过这个来处理 都在速率上来处理 我们让这个层不斗 这个层呢 我们每隔7帧 或者每隔8帧 像我推一样 7帧或者8帧 你算一下 7帧 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输什么 Go to time 你一点是不是Go to time 就弹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一点 你就直接输什么 7 OK 所以你看 对层是否自动向我推了一个 是不是 那么第二层是否也是一样的 应该说什么 14 14 第3个呢 21 21 第4个呢 28 有28帧了 对 但它自动就进位了 看到没有 你不用去管它了 在199以内 你都可以这样去干 47 28 57多少 真的 35 为什么199以内 都可以这么干 因为你一旦输到100 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一秒零针了 是不是啊 199以内 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干 这样往上趁就可以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刚刚多少 35 这多少 42 42 然后 49 6 然后 6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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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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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吧 我们把时间线放到这个地方 把时间线放到这儿 然后按了一个N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记得 就把工作区接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再去选 是不是一次出现了 多个图层的层 OK 看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讲到两个字典 讲到一个 Photoshop的层 怎么在Update来使用 明白了没有 对不对 建立合成就位 第二个叫做什么 怎么样 同时对多个图层操作 很方便吧 是不是很方便 来我们现在单独只看一个案例 大家感觉一下 看 我们来跟大家区分一下 刚才我们在导入这个东西 是把它作为了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作为独立图层导入 对不对 那么作为合成导入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就可以了 看一眼 区分一下 作为 直接作为合成导入 直接作为合成导入 大家看一下 看 C2 打开 这又出现了一个合成 这个合成跟刚才那个合成不一样 你看到它这两个标签 你看到了没有 这是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打开的合成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一个里面做很多个合成 对不对 在一个项目里面可以建很多个合成 现在我等于是按第二种方式导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现在选择Ctrl A S 所以你看 有什么区别啊 我缩放 注意看 什么区别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它依然作为独立导入 但是它是一个整体 明白了没有 它作为独立导导入 它是一个整体 是不是 是不是没办法操作啊 但是它有好处 它有什么好处啊 你可以整体操作 是不是 每个图子你都可以 这样的话 你每个词你可以相对让它大小 所以小 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 你可以做成这样的效果 这个字母大一点 这个字母大一点 这个字母小一点 但是对于它们而言 要做旋转也好 是不是都是整体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相对来说 整个图子是会出现的 是吧 你明白了道理都要 所以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对 那么我们最要命 我们肯定是把它 作为一个图例 从导致